母子尖沙咀的海運碼頭 很多時都有郵輪停泊 同一個旁邊的同事無可而談談 Mora日後內地旅客可以一程多站 坐郵輪經香港去台灣 對業界有多大的幫助 是呀,Simon 剛才跟一些旅遊業界談過 他們普遍都很歡迎今次一程多站 這個措施 我們預計這個措施之下 可以每年吸引至少兩至三萬名 內地遊客來到香港消費 他們預計的消費總額 大概是每年有一億元 即使都可以帶動本港的經濟 雖然是這樣 但是政府的啟德郵輪碼頭 最快要在四年後才可以啟用 他們就希望政府可以加快興建 遊客由內地來香港 不搭車、不搭飛機 還可以坐郵輪到台灣 對於內地的遊客 是否更加吸引呢 在海的感覺 可能比較舒適一些 環境比較優雅一些 如果一條龍服務去完 所有兩個地方會省時間 或者多了地方去旅遊 會給節省時間 或者想去多地方旅遊的 顧客會優勝這件事 現在尖沙咀海運碼頭 經常有郵輪停泊 最大只可以容納排水量 10萬噸的郵輪 泊位有限 郵輪要排隊拍案 前年來香港的瑪麗王后2號 更加因為太大 只能夠停在葵涌貨櫃碼頭 不要用駁船接載旅客上岸 本港的旅遊業界普遍歡迎 今次一程多站的郵輪旅遊項目 他們認為這樣每年至少可以吸引 兩至三萬名的內地和台灣的旅客 來到香港消費 不足進本港的經濟 但對於政府的啟德郵輪碼頭 要在四年後才可以啟用 業界認為要加發上馬 才可以長遠發展本港的郵輪旅遊業 至於一些海外世界各地來的郵輪 它是拍不到過去 一個方面就是因為噸位重 第二個方面就是因為它拿不到時間 拿不到位 他們很多時要拍去葵中貨櫃碼頭 或者這個維多利亞講的中間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興建這個郵輪碼頭 甚至乎先興建了郵輪碼頭 其他的配套設施 我們可以再慢慢慢慢來加入 他又認為今次的措施 可以加快本港發展成為郵輪中心 本港的旅行社過往都有舉辦 由香港坐郵輪去台灣的高雄 和基隆的地方 反應都很好 本港的旅行社就預計 今次一程多慘的措施 相信對這一類的旅行團發展會更加好 不是沾山水的碼頭報道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到新聞部 先到那邊 好 好 首先 看到這個